美国国务院东亚助卿康达 白宫国安会中国与台湾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以及国务院亚太事务中台盟副助卿华自强 11号12号在河北廊坊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进行会谈 为明年初国务卿布林肯访中做准备 会谈是坦诚深入建设性的 对于会谈气氛美中看法一致 但谈了什么各有希望强调的重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特别提到台湾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则重申 捍卫美国利益价值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康达和罗森伯格接着转往日本和南韩访问 彭博新闻指出日本和荷兰原则上同意 加入美国对中国的高端晶片机器出口限制 我们跟美方就整个产业议题的主要的沟通跟努力的方向是维持整个供应链的稳定 台湾在其中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 驻美代表肖美琴表示 对美沟通一向密切 共同目标是维持区域和平稳定 也期待布林肯仿中持续关注区域的和平稳定 而在2022年最后两周 台美经济合作是工作重点 台美也渴望以惯例举行第三次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TVB新闻黄松普尼佳辉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